一個學生時期是常霸凌你的劇劇 如今你不願忍氣吞聲 趁他不注意之時在他座位櫃子裡殺尿血糞 但過不了幾天就東窗事發 劇劇徵集了一堆棒球隊要在校門口堵你了 而且他甚至就知道你家住在哪裡 狂往而住所砸石頭泼漆 可能哪一天你走一走就會被看破壞 10月7號以色列與長期的宿敵基金團體哈馬斯又開始拌嘴 有在前一集和大家分析到底為何會發生這悲劇 底下觀眾蓬蓬的留言跟我想的差不多 人道主義的小天使在我肩膀一側說 人民是無辜的就一個淵淵相報何時了 欸真的 但另一邊身為小軍迷的惡魔也會好奇一下下 那軍事的戰爭會如何血流成河 上集有說什麼不要再走航上奔跑的爛梗 最近有聽到另一個 欸那就是獵人剛清完槍了才一個國家 答案是 以色列 而因為以色列人 沒錯就是幹上面不要幹的笑話 所謂的鐵劍行動 Operation Source of Iron 一副就是要去幹架的樣子 徵集了30萬後備軍人和裝甲部隊 在加薩走廊外守候 最初是鋪天蓋地的空襲 之後還有自走火炮也加入毒跟計劃 在上個禮拜已經陸續有特種和小火力夫的進程 目的的說是為了蒐集情報和清掃勢力 與哈團體卡桑旅的反坦克火箭交鋒 造成一死三傷 明顯這只是最新2023年困獸之鬥的前哨戰 那個號稱足以將哈團體消除地表之上的效果卡 到底何時會發動 以色列戰士內閣討論者利弊 軍方則是不斷對外放話說 歷來 歷來 的感覺 10月25號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虎 發出強烈訊息提到說 地面攻勢發起日以確定 但不說時間 手法和規模 這本來就該保密 為了確保士兵都能平安回家 知情人士透露 以色列在找出快速且證責力極高的攻勢 來完成任務 為防共同敵人的陷雨 美方也派軍艦和城鎮戰專家到府 今天就要來聊一下加薩地面公司為何拖那麼久 預期困難度在哪 哈囉大家好 我是Matt 歡迎收看了現代幾隻鹿 一個講證據是被電話來幫你們的男人 這系列打算用正直不正確的風格 來聊聊哈馬斯聽起來像湯粉麵包一世 要控制這一塊台北日加昌新竹式的彈丸之地 其實沒有想像中容易 因為以軍自從2005年全面撤出後 已經前前後後的和走廊內的基金團體 交手過7次之多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上維基爬個文 會發現劇本都差不多 偏向哈團體先射火箭 拿回以色列空軍出擊 唯獨2008年的一發衝突 難得像今天的狀況有戰甲部隊願意深入虎穴 以色列當局執行代號駐前行動 前一周都是先以空襲拉開序幕 最後才是地面部隊翻牆進入 任務是針對移造轟炸的目標 和哈團體的火箭單位駐點 1月7號進城直到1月18號 即由以色列單方面宣布停火和扯軍 如今這支鐵劍再度揮下去的話 那就已經是第8場犧牲了 欲斬草除根 各國都覺得沒那麼容易 如紐約時報在10月25號的特大標題 說這可能是二戰以來最激烈的街頭巷戰 內文寫道哈團體在高度城市化的加薩 以深深的炸炸根 特別是你轟炸人家整整快一個月 大家常說哈瑪斯是不能代表整個法勒斯坦人民 但你也不用期望事情小明 會多站在以色列軍人那邊 來自屋頂的狙擊手 公寓內的鬼雷 從巷內噴出來的RPG 的混入平民之中的武裝份子 還有現代的無人技能跟你say hello 特別是敵人的識別問題 不像玩遊戲你準心是紅色的開槍就對了 很多人說哈團體故意把居民留在那裡充當人肉盾牌 我相信這有一半是事實 但應該有更多人是沒有選擇得待在這 如果你的家園剛好被毀又不幸妻禮子散 這份沒什麼好失去的怨恨 那根本是狗不分支的最佳溫床 哈團體可以很順利成長地在當地招傷 不像其他什麼草莓奶昔等恐怖組織成員 大多來自他國 我們就在加薩長大 以色列就算把他炸到面目全非 你依舊是客隊來別人家下戰鐵 外媒推估光是哈團體的軍事部門卡桑履 只有4萬人 這裡還不包含其他 而以色蘭聖戰運動的黨羽 如果加上走廊內未撤出到 南部的青壯眼能佔人口 你則可瞬間擁有60萬名 被逼到牆角的生力軍 現在回頭想 以色列繞來的30多萬名後備軍人 好像還是有點吃緊 在那麼短的時間內 把大家叫招回部隊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嗎 單兵個人裝備 像 抗彈板 有無缺 以色列時報自己出來說 許多人都要自己網購添加裝備 精管的官方說詞是後勤問題 像是以色列工兵經營單位雅哈拉 有被call in的成員爆料說 是有那種的逃自行為抗彈板 只是都待在庫存裡太久 導致不适與前線作戰 現在可知 堪稱該國最大動員力 可真的不是較假的 反觀國軍是不是 地表威脅就已經夠難處理的了 地表下偷偷來 更是他們擅長的部門 怡君2008年和2014年都有吃到地道戰的閉門羹 像是打越戰一樣 敵人會突然從地圖下冒出來把你給摸掉 推估該地底網路由1300條地道所鑄成 總長度一達500公里 通往以色列境內的攻擊型 以及可以挖到埃及的防守型隧道 對於以色列軍方來說 這不是單純的交土政策可以解決的事 專家向德國之聲表示 10月7號那天所俘獲的人址 本來有可能就會被關押在此 地道中還儲存好武器 食物 水 以及發電機等燃料設備 遠心的走私渠道如今變成另一個弟弟迷宮 簡易的木板和鋼筋混凝土作為支撐 必要時有室內電話來聯絡不同條支線 入口大多會暗藏在住家內 使用者要收費 這筆獎會再分贓給屋主的房東大大 像是有以色列巡邏士並發現 一名當地被跟蹤的哈團體成員進入某建築物後 嘿嘿 他的手機訊號就這樣理解消失了 可以藉由熱能和聲音訊號的探測方式來找屑 但基本上還是要派兵下去 用真的人來清理乾燥 放毒氣或吹雷瓦斯 你就等著被國際社會踏伐 因此地道戰打起來極為辛苦 開槍會揚起大量程度 同時作戰聲響感官會被揚發 每個轉角都暗藏威脅 一不小心就會踩到叢林會收越南裡的雷 這些地道可以幫助反抗軍從一個頭出來 丟個破砲自殺式無人機 之後再消失個無影無蹤 因此自2014年 以色列就專門養了一批上述的工兵特種部隊 他們熟知穴中環境 並且使用專業探測器和軍權來打掃環境 以上這些原因隨便都是軍事策劃者的惡夢 堪稱地獄難度等級之挑戰 影片剛好來到終極點 頻道從打稿攝影到後期剪輯 看下去 整份工作人員清單都是我這藝人團隊在負責 不一定能帶給大家最及時的資訊 但依舊希望能保持那份真誠 說出自己笑話過的看法 因為內容討論涉及我們敏感的政治議題 影片可能遭人惡意堅決下架不受廣告商青睞 或無收益 大家可能還是會看到廣告跳出來 但是平台願意給我們的分論就超級微薄 P戰算是創作者的一塊淨土 可以確保你們的斗內在無抽成的情況下 幫助我溫飽三餐 近期會考慮學習OnlyFans的經營方式在那邊PO文 包含無謀和花絮 私生活的一些無碼露出 連結會出現在影片資訊欄或置頂留言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的我的廢話講完了 接著可以讓影片繼續 除了遊戲本身難度越暗越難之外 再來還有國際政治的內憂外患 導致以色列的地面行動不斷拖延 上集有和大家報告過 以色列就像你想之前但又卻又賴著不走的員工 所以不只差團體 幾乎整個阿拉伯世界都在看你不爽很久了 區域內強權 土耳其 沙烏地阿拉伯 伊朗 皆一面倒的廷加薩 以以色列北部接壤的黎巴嫩真主黨所屬部隊 他們規模不大 但都是敘利亞內戰催戀出來的狠人 10月15號靠近邊境的以色列基地 極有遭受ATGM直射 休旅多關火箭系統和破炮襲擊 應該是運用無人機頭彈 直接造成至少兩名梅卡瓦主力戰車組員陣亡 巡邏中的載具和邊境感測設備 都是該團體打擊的對象 一副就是坐等乙軍進走廊被困住的神情 敘利亞境內有大量伊朗革命衛隊的分支 也需支持的民兵 他們可能因為內戰陣型中會有點自顧不暇 但仍然在戈蘭高地聚眾滋事 這些都只是騷擾性質的作戰 但如果一次兄弟們一起上 對以色列那麼千包的防禦眾生而言也吃不消 於是美方才在戰爭一爆發 就派了兩隻航母戰鬥群去威責 原本想說是一個找保鏢來嚇嚇你的概念 結果自己就下去參戰了 前陣子是美國海軍的卡尼號神盾驅逐艦 於9個小時內在紅海攔截了4枚陸工巡航飛彈 和19架無人機系統 他算是福特號打擊群的一份子 另類的側翼網軍 嗯嗯 網駐敵人飛彈的海軍 五角大廈證實是來自夜門什葉派青年運動組織所發射的 歡樂送至以色列南部 要飛越一千六百多公里 這到底是多飢渴 算是美國老大科首度以武力介入中東其他國家對以色列的攻擊 烏克蘭應該心想說我再怎麼口裡也不是上帝的選美 真的也太照了 這次同時美軍位於敘利亞南部的塔夫營區 遭受兩架無人機攻擊 沒錯老美今晚在阿富汗撤軍 但人在敘利亞 伊拉克和約旦三國都還有派駐部隊 五角大廈發言人賴德告訴媒體 自10月17號至27號以來 美國為首的盟軍在伊拉克就至少遭遇12次攻擊 目前是將矛頭直向伊朗所支持的民兵團體所為 又主動空襲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設施作為報復 我還記得拜登在上個禮拜的訪問中說 以色列不要被憤怒給蒙住雙眼 結果這幾天白宮罕見的發出訊息警告德黑蘭當局 不要鎖定中東美國人員 官方的劇本偏向精確滋味反擊 但確實和以色列最近在加薩走廊開始的活動 時間點不謀而合 如今不演了 大家或許會問那一切該如何收尾 我覺得依照以色列的對外政戰史來推敲 應該不會拖太久 1982年針對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發起攻勢 試圖在北方建立一個輕易政權 但代價實在太大 四個月內造成654人死亡 最後也是找了各種理由 一天戰罷休 2006年繼續打了Round 2第二回合 幾乎差不多的目的 但對手換成了珍珠島 已均有121人KIA和數千名傷者 整件事也在一個月內落幕 在國際勸和之下又在維基百科上拿了一個帶傷卻的結果 最近的例子則是2014年的加薩戰爭 在這之前進入走廊內的戰損都壓的超低 大概都不會超過20人 但那場直接有將近70人一排的士兵說再見 想像對以色列高層而言 這數字已經是指壓中不可承受之輕了 如西點軍校的現代戰爭研究所的士兵賽所言 以色列他們歷史上幾乎每場戰爭都是在於時間賽跑 努力在國際壓力迫使其停止行動之前 達到目標 不是說他們有多愛生命 而是任何軍事情動都要獲得民眾的支持才得有進展 目前以色列的社會風氣在這位領導人的治理下有眾多分析 從智慧牆和遲遲不全面出兵的步驟 可以感受到他們不能讓別人家的孩子死不完 明知不可能清除哈團體的勢力 那你到底要宣稱何種的勝利 上個月初的屠城那天就帶走1400條人命 一起俘獲200多名人質 以色列空軍的反霸凌空襲也輕易責損至5000條人命 套一句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的嗆聲 這應該是在加薩的最後一次進軍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不再會有哈馬斯了 講重話但會不會真的出重手 這場衝突和未來的交戰規模 真的不能同日而語 佛法頭的歡樂時刻總是哭得特別快 我每次到五天一定會上新片 所以都歡迎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還有一個P站斗內平台的 有180位觀眾朋友讓我辭血大聲 因為頻道掉性還有黃標引力問題 所以超級感謝在我身旁的英雄榜單 願意接受麻煩的見面抖出自己的辛苦錢 如果喜歡我的離奇幽默感 和軍事軟硬盒這個交叉的冷知識 一個人一個月一杯咖啡的斗內 會發現我們離最低基本薪資 拍板定案 明年的基本工資 來來來來來來來 想說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禮拜留言我不一定會回復 但我真的都會看 所以我們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讓我答案 讓我答案 I'll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 want answers? I think I'm entitled You want answers I want the truth 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